不去逃避不去推诿 我觉得这样的也是一种长大的标志 成长代价一定是痛苦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不用长大也不用 我觉得我还挺愿意的 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 我发现我有点看不清自己 有一些比较丑恶的部分 被我可能忽略掉了 我很想知道什么故事 我就发现 你今天说了好多让我惊讶的消息 是吧 本节目由瑞士专业制表品牌 浪琴表行业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很别致的地方 在水里 其实这个水真的挺凉快的 坐 没有慢 首先让我们欢迎颜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颜飞 大家好我是莱惠琳 然后是我们重新回到土质中的 蒋仙贵同学 好久不见 各位朋友好久不见 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桌上的摆设 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吃喝碗粿 哎 今天来之前呢就是 咱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自己 觉得比较幼稚或比较有童趣的小东西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谁先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评比吗 然后看谁的最好 打 压力有点大 哈哈哈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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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从大的开始这么大 这啥玩意啊 这是啥呀 哦这是奥特曼吗 假面骑士w 假面骑士w 对他是这样玩的 你现在还在玩吗 就是每天 每天 就自己自己看啊 我能理解 因为我有一个编剧朋友 他每天在家写稿的时候 写不出来 他要不出来 然后换上那个奥特曼的衣服 就是他写 他有信念感来源 他写出来的时候 他就换上那个奥特曼的那奥特曼的一身 那个 胶皮的那个 然后套在上 把头也套住 然后在那里写 我只能说我好久没有看到有人这么认真在对待玩具了 我感觉拿出这个之后 其他人都有一点不好再拿出来了 不好再拿了 走走我先 我最后送 这样我来吧 我来之后就显得就是没没从他开始 哈哈哈 但我拿这其实我很喜欢 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是玩具吗 有两个小车车 你就这样 哇 哇 哇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是不是 这个很厉害 你现在玩他的频率是多少 挺高的 因为他就在我床头 没事就玩一玩 可以很炫 我觉得可以用于GPT 我这个是小现象级的小玩具吧 就是小黄药 小黄药 对小黄药 但是他现在是啥 是 这是你喝柠檬茶 对 就是我去顺德旅游的时候 我就点了一杯冻铃茶 然后他会送 导致我隔一天又再去 就是我想集齐他所有的颜色 你知道吗 他有不同颜色吗 有他有蓝色粉色白色 然后把他拿过来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是 可能我不是喜欢他本身 但我喜欢喝冻铃 对对对 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挺挺童贞的 挺喜欢的 我也喜欢这种小鸭子 嗯 我的是大的 有多大大鸭子 不是鸭子 这什么 啊那个菜狗 菜狗 我之所以觉得他很可爱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一团 嗯 就是我对所有一坨的东西 我都觉得很可爱 一坨的都可爱吗 哈哈哈 不是 就是毛茸茸的 毛茸茸的 毛茸茸的 好可爱 哈哈哈 来吧 我觉得我这个就很普通 是我小时候玩的弹珠 弹珠 弹珠 多少年了杨老师这个弹珠 我觉得是我上小学时候的弹珠吧 我们小时候在地上这样弹弹珠嘛 就这样弹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他少了三分之一 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 他特别特别喜欢玩这个弹珠 他每次到我办公室他都会 带一两颗说 爸爸我去玩 然后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就玩不见了 本来我是放在这个书架的一层 它很容易就够到 慢慢地我要往上放 每次就和他说 你千万别再玩了 我要把它收起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东西 应该让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可以去玩别的一些东西 然后爸爸想要把它收藏起来 我觉得大家拿到这个童年玩具都很开心 那我就问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脑洞问题了 你愿意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吗 不会 我不会 为什么呢 成长是令人开心的 那苍老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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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老是让人富有魅力的 领色瞬间变得不好 哈哈哈哈 我我其实会 你为什么想永远不长大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浪漫的事情 是现实生活做达成不到的 成长的代价一定是痛苦的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 所以如果我可以进到一个环境里面 是它允许我不用长大 也不用承受任何痛苦 我觉得我还挺愿意的 如果说你永远不会摔了 永远年轻的话 那这意味着 你要不停的去满足自己的 作为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你永远无法找到什么什么是意义 这是一件 其实蛮令人疲惫的事情 跟长生不老其实已经有道理了 对 那超惨 我觉得我也不会愿意 孩子的状态 你需要写作业啊 哦对哦 对啊那我现在可以 让让别人写作业 别人写作业 我是你的改作业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改学生的作业挺好玩的 就是我们现在学生都00后嘛 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创造力的 发散思维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其实挺享受这一个过程 当然这是开玩笑 我觉得为什么不想 有一点很重要 对于人生来讲 你需要去经历 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就像春夏秋冬一样 但你在小朋友阶段 也许就不会去经历很多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经历到的一些事情 嗯 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嗯 很多人会选择 在成年之后 去找回童真的东西 对 最近不是儿根 小小的花园里 哇呀哇呀哇 非常火嘛 对啊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年轻人 不是经常问吗 说这个东西对于小孩来说有点幼稚 对于大学生来说刚刚好 刚刚好 现在有很多网友跟小朋友抢玩具啊 买套餐 对啊 说实在蛮羞耻的 请问谁不是六一吗 嗯 然后他那个六一有一个儿童节套餐 他有四个那个礼物啊 我有一个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就先点了个双人餐 玩具是拿到了 但是我拉了四千肚子 为啥呀 就你知道一下吃太多就是容易会这样 我也我也扛不住 你是真的把那个餐吃了 我以为你只是 我全都吃完了 那我想知道你拿的是什么玩具啊 不拎狗 然后它会冻 买毒丸猪 一样 对那天我还想 开封餐厂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都是好吃的时候 要有什么大事才能吃 不生日啊 吃一顿 小的时候能吃一顿 那都得高兴老长时间了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想到长大之后 我一定要干这个事 我觉得我特别好奇先贵 你是不是小时候有一部分的这个欲望 或者是欲求没有得到满足 对 所以就心里面买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 觉得哎呀我长大了以后 一定要去满足一下自己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不是遗憾 就是物质匮乏 不只是吃那个开封菜啊 包括 比如小的时候没有见过活花梯 也没有见过鞦韆 自从我自己从 贵州出来之后 我只要见到活花梯和鞦韆 就会去玩 都会去弄一点 就会去玩 补偿心理 对我只是把之前没干过的事情 那我现在一定要干 对这一点是和仙贵有异曲同工的一点 就是它是延续性的 像我小时候 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漫画 叫龙珠 青龙珠 我记得当时小学生当时没有钱 然后我们就去把大人 他们喝的啤酒瓶收集在一起 到小卖部去回收 卖掉以后 然后再去买 然后买了以后就不停地看 然后结果我现在已经奔向50的这个阶段了 它龙珠还在更新 所以我每月还在追新翻 追到现在以后不仅我追我 而且我还会带着小朋友一起 前段时间我还专门买了一件龙珠的青子衫 它是小时候的一种心愿的延续 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这小时候也是看动画片 但我不是延续 什么宠物小精灵 还有什么游戏王 但是我从来没看过整版的 因为都是那个点播台里面 断断续续的 人家别人点了 别人点了你就蹭着看 然后现在我就会经常吃午饭 或者要下饭的时候 然后正好就缺什么东西 我就后来找了那个宠物小精灵 从第一集重头看起 我看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感觉啊 我就一直在流泪 为什么呢 我在看的时候我的感触特别多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 这些动画片告诉我好多道理 比如说 你人生当中成就不重要 绝对是 胜负不重要 友情很重要 绝对 陪伴很重要 长大了以后经历了一些挫折 再去看小时候喜欢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带入更多的一些人生的体悟 对 我就是觉得 我后来看到的所有里面 它都有很多遗憾 其实没有那么多主角光环 那个时候你小时候没感觉 然后你现在看 你就会召见自己的人生当中 对 其实大家非常怀念童年的那个纯真的时刻 但是又 也渴望作为一个成人的那种复杂生活的那种经历 对 大家会有装成熟的时刻吗 有 太多了 你们怎么装成熟呢 染头发 染头发 我高考完了之后就是第一件事情 我是去染了一头红头发 就是离经叛道的那种 染出来之后当时 巨丑但是巨蜥金 最后拿了一个成绩和田志愿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抱一一种觉得你很 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大时候觉得你很傻 但不好说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 还挺像 我很酷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又拿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的通知书 也没有了 我也是在头发上弄了很多小心思 我记得我初二的时候 流行一个发型是那种鲨鱼头 就是尖的 尖的 你把两边剃了 就是墨西干头吗 对对对对 类似的就是尖的 大概重点这样一学期之后 那个头皮屑掉的离谱型的 伤头发 然后就不敢了 后来就直接剃了 就不敢再怎么样 我和你们俩相反 我是剃成了光头 那确实成熟 你的审美是在线的起码 没有好学生吗 因为想做一些离间叛道的事情 就头发都剃成光头 我觉得还挺帅气的 我觉得就真的是也许 男生都是有一段和头发 对 就我觉得你看我们先过现在的发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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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个性啊 就是我们的就是 概念是完全反过来的 我的装成手的概念是我想 变得就是跟大家像一点 就是我从头到头太离间叛道了 然后就是我一直想当个好学生 你看大家都羡慕对方的生活 高中时我也想当个好学生 我把头发剪短一点 剪了 就到到眉毛这儿 然后就是那种 乖乖的学生头 乖乖的女孩 女生头对 让自己看起来不是老是逃课的那种 那种那种学生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 就是为什么大家不约成会觉得 染一个出格颜色的头发或搞怪的发型 会是一件成熟的表现 就是我们在小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某些部分 穿着也好 打扮也好 发型也好 高考完了 它是一个节点 你就可以开始去控制你的行为 但是它其实只是某一个部分 可是那个时候却会通过这一个很小一点 获得巨大的 对 我觉得头发只是一个方面了 好像是那个时候我们理解的成熟 是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 对和欲望 对 不免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大家现在觉得什么是成熟 怎么样算成熟呢 在使用这个词语的过程中 非常主观 是吧 比如我父亲跟我之前 永远不可能达成对于成熟的同样理解 他永远觉得我不成熟 比如他会认为我现在说话的时候 手舞足蹈 就是一种非常不成文的表现 他觉得我总是笑哈哈 做媒做相 他看不惯我的诸多方面 我的父亲会认为我说话有时候过于直接 那他认为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的表示 因为你说话应该要 他是不是觉得说话都不是委婉 他知道现在都不认为我是一个成熟的人 你觉得你成熟了吗 我觉得我成熟了 你这个问题突然问到我 我会说没有 你问我 我也会觉得我不成熟 我认为人在表达需求的时候 分为至少分三大步 第一步是我们孩童时机 就靠哭喊 第二步是我们假装成熟的时候 隐藏自己 你到第三步 你真正的成为一个比较开阔的人 你才能清楚的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现在对感受的表达还停留在哭喊 我还在想是第二个阶段还是第三个阶段 想说 因为我在跟身边的人想表达出我真实感受的时候 我其实我很难清楚的描述出我想要什么 我也不是说刻意隐藏 我都想表达我就发现我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哭喊 所以我情绪化这个人 我觉得成熟是你能冷静的说出你要什么 你哭闹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涉及到你也会去时常反省 我只是跟就是亲近的人选择哭闹的形式 我也不会对所有人 他的前台永远都是笑着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吗 原来我觉得我特别了解自己 然后我因为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 我发现我有点看不清自己 有一点点 你 对 因为我原来其实有一些 就是比较丑恶的部分被我可能忽略掉了 因为你早就发现了 没有 你知道吗 原来其实你有一些不愿意承认的地方 比如说人难免的 你就那个虚荣 就是嫉妒 其实我觉得嫉妒很容易被忽略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去归音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出于嫉妒 都没有什么出于对自己的追求 有 就是可能我会在做反思的时候会忽略这个点 嫉妒这个事情如果善用的话 反而会让你有一个第三视角 就是比如说人在一种争吵或一种工作环境中 它很容易身为一种主观的情绪里面 可是如果有 某些时候如果我们去善用这个嫉妒 我们是反而可以把自己摘出来的 然后去透过一种另外一种视角去看这整件事情 所以嫉妒它不见得是一个很贬义的角度 接受自己不完美的部分 我认为的成熟和成人是有必要联系的 我还整理过一个成人世界生存指南 但是我在上面写的第一句话是 要学会好好告别 这得我非常同 第二学会怎么样表达自己真实想法 第三条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四条就是要关心他人对生活保有热忱 我觉得那个第一条真的很棒 对 我特别喜欢先贵刚才讲到的 就是成熟里面就是有一点很重要 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真实的想法 但好像成熟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 要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 反而是孩童时代 我们我想要什么东西不想上去 我都会主动地真实地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成人世界很多时候真实的想法 表达不出来 然后我们社会学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托尔盖 他说有一个神圣的我 有一个世俗的我 最后神圣的我就放在一边 放在心里面隐藏在里面 表达出来的都是一个世俗的我 所以我觉得成人世界有一点很累 就是只能表达一些世俗的自己 内心的这些哭泣一些真实的想法 只能不断地被隐藏起来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仙贵说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说一个我的直观感受吧 我小时候会做一件事情 就只要我做错了事 我习惯于找借口 我非常着急的解释或者甩锅 这当然是我回顾之后才发现的 因为人在承受的过程中是没法自知的 然后我后来发现什么时候 我会越来越开始理解承受 是我开始觉得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不再那么着急的在遇到对方指出我的问题 或者在质疑这件事情办的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我开始变得有一些勇气和责任感的时候 我觉得我成熟了一点 那是什么促使你就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变成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 可能是我青春期的时候 就是作为一个好学生 其实我是很难接受自己犯错误的 我不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坏印象 或者我有一个完美自我的期待 所以当每一次老师批评我 我都永远要找很多借口 来帮我自己开脱 我看是第一次我借原来的初衷 是有个什么事儿 好像就是因为我的一个失误 然后导致全班同学 就是通知错了 有个多业没完成 大家都没写 然后就老师过来问你嘛 那我就真的站出来就说 对我就是记错了 然后我也没写 然后我就感觉我青春自在了不少 或者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 不用编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 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有做错事情的地方 我可以很诚实地面对 有一些地方我就是不想做 尽管它可能不是当时大家对我的期待 我成年之后吧 第二次的成熟就是我开始意识到 有些事情我就是做不好 它就不适合我 以前我在说话的时候 我回去会复盘 对 觉得我今天这个东西没做好 对 我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发挥最好的状态 对 我准备的东西没有说完 我现在就可以接受就是 没关系 而且我不用时时刻刻状态是100分 以及我不会磕责自己 我一定要做好 我是你的延续 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有犯了错 我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 但我会非常痛苦地折磨自己 对 因为我有的时候哪怕有一些事情 我真的觉得可能我跟其他人 各占一半原因 但是对方并不愿意承认 后来我干脆我出于懒惰 我把一切原因都归于我自己的愚蠢 就这事就变得简单了 我只需要责怪自己就行 我不需要说服任何人 我省去了我说服别人的那个复杂的过程 解决别人比解决自己更麻烦 我感觉你是不是对自己有点太苛刻 然后我最近觉得成熟是 我可以接受人就是犯错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 就是我犯错就要折磨自己的人 你可以接受这个 对 我想想跟你也比较相 我觉得不去计较这件事情 还挺重要的吧 因为就像许行姐刚刚也说了 人是一定会犯错的 而且我生下来不是来演完美 嗯 就是一个错误的产生 的各种 它现在它不会影响我吃的香睡的好 就是 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这也是 我妈其实也在我小时候就说 不管发生多大事情 你一定要保证你吃的好 一定要保证你睡的好 嗯 先吃饱先睡好 有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能解决 大概七八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 生活中的问题 但是我的一部分 可能它就是一个错误 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我不觉得我十年后二十年后再回来看 会后悔 嗯 我觉得就是 当我不再去计较成熟与否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我还挺放松的吧 对生活会有一些的 的那种 从容感 我觉得大家是有很多不同的成熟的需求吧 嗯 我所理解的成熟是一种就是你在困境面前 你不去逃避 嗯 你在责任面前你不去推诿的这样的一种成熟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成熟也是一种长大的标志 我记得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 老妈她就白费了 白费以后当时特别着急 然后我当时也是刚刚身体恢复了以后 就马上在医院里面陪了她 差不多有十五到二十天 嗯 就每天帮她擦身体然后陪着她 嗯 当时父亲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的 我觉得在内的时间点 我觉得我真的是成熟 因为在内的时间点 只有你能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负担起来 嗯 我觉得就是在困境面前你不可以逃避 在责任面前你不需要去推诿 说把这事情让别人去做 你就必须勇敢地去面对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对 我觉得成熟还有一种就是 你要接受人性的复杂 嗯 但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检验人成熟不成熟的标志 因为也有很多人和年龄无关哦 就是她读文学作品永远读的都是那一套东西 就是她永远都是用道德评价在读文学作品 是的 嗯 那也许只是当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生的起起伏伏的一些事情了以后 嗯 然后我们再去读这些文学的作品 嗯 会有一些崭新的认识 Yeah 或者是说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对 你去读这些小说 你会获得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提悟和感悟 对 很多文学名著根本不适合不成熟的人看 对 而不成熟的人看了才会不提论说哪个人物是好人 哪个人物是坏人 这个人本质上他的思维是不成熟的 对 一个不成熟的人永远在里面找道德评价 嗯 每天问电视剧里面哪个人 他这好人呢 他这好人坏人对好人坏人 所以我一直说 我说好的艺术作品其实是在筛选受众 嗯 他在检验一个人对于复杂世界的理解有多透彻 嗯 这这种思维也挺一直惯到我现在 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跟那个毛毛看那个甄嬛传 嗯 我说实话我没看过一集没看过然后那个 我已经说了好多让我惊讶的消息 是吧 然后那个唇出来之后我下意识就问我说他是好人吗 哈哈哈哈 弄啊 我下意识的我哎他是好人吗 然后毛毛说他是好人 然后我说他是哪种好人 哈哈 他会有一个下意识的评判跟主角好的 跟主角不好的对对对对 然后就不好的想把他死掉 会有这种最粗浅的评判在上 对对对 然后成熟以后就觉得忍性很复杂 好人也会变坏 坏人也会变好 最后也会道德觉悟 总的来说就是 不能够只有那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以及复杂的东西 你会错失掉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各不相同 我认为其实在回答成熟不成熟的时候你感觉你自己是自洽的 对 比如说我觉得自洽就是我是一个觉得我应该表达自己想法 其实我这么做了 其实我不在乎他人的评论 然后我觉得有些人他不表达想法 那他也不会因此觉得我是在压抑自己 是的 那他也是成熟的 对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你自己的这套模式 你能不能自洽 我觉得自洽的人都比较好 嗯嗯就是不要后悔 你说的那些话可能在当下得罪了某些人 但你时间后时间后你只要不后悔这一切他成立啊 那管他成熟不成熟 我觉得后悔也无所谓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就能接受后悔 这个是我的人生 我刚才说那个接受你是能犯错的 啊 互联网上很多年轻人让他追求一种幼稚化的那种状态 嗯嗯 就说话方式啊 对啊 然后做的那些事啊 你觉得它是一种反成熟的行为吗 我觉得这个 这些物件 它本身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就是它是一种催熟的状态 嗯我们就像那个养殖场里面的小黄鸡啊 嗯 这其实是蛮病态的 那我们小时候教育的时候都是啊 你要在集体里面听集体的话 但是在集体里面的一些规训都是自己不想要的 是的 我的感受跟刚才两位老师一样 我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催熟的社会 嗯 很多人其实没有来得及好好长大 嗯嗯是的 我以前的一个什么社交媒体的一个个性签名是 是一段英文叫speed is everything 就是我觉得成长就是快 如果我在15岁我就明白20岁的道理 我觉得我就赢了 我一直感觉 就是如果你让一个孩子正常成长过程中 没有让他做好小孩 他就会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想要做回小孩 但这件事情是有风险和代价的 比如很多人的外部看起来他很成熟了 其实在他的20多甚至30岁的时候 他所有选择的路径还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认知不了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在意些什么 就我认为 如果我们前面不给人慢慢成长的机会 到后面这个东西它被压抑住的时候 它可能某一段时间爆发出来 会形成一个更大的问题 是的 那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样的机会 说表达幼稚 因为整个被社会规训起来 犯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多元 今天的联系人他们其实更加原子化 个体化 他们可以自我的去表达 嗯 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但另外一方面 今天的一个中国社会 好像变成了一个叫 贝克笔下的风险社会 嗯 我们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小时候 爸妈都是有一个单位 你不是个人 个体在去面对风险 而是说 它是以单位去形成了一道屏障 帮助大家去抵御风险 好 到了今天我们没有单位制了 我们都是一个市场体制的 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 那大家就赤裸裸的丢到了 这样的一个风险社会里面 而且个体去承担 这个风险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嗯 让我去表达一些 无论你是觉得是幼稚 或者是不成熟 但是我觉得至少 让它去舒服的去放松一下 松弛一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超越 现实原则的领域太少了 嗯 就是因为大家在现实生活中 人其实一直都是很不自在的 那就大家只能在借由怀旧的过程中 把童年不断的滤进化 嗯 现在还有那种怀旧商店吗 就是进去可以选择这种零食 以前卖五毛 现在那个里面至少卖五块 对 它营造出一种 我们好像都很怀念的感觉 对对 其实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就是这种 但你到那你就想买 对 嗯 这个也挺讽刺的 买了一堆东西之后 到结账那地方 上面写着童年很珍贵 结账一百五 嗯 大家想要从一种这种表达的方式上面 去找回自己的童年 我其实对这个东西 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出口 但是它其实本质上 没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因是因为 成熟的反面在我看来是天真 嗯 但天真和幼稚不太一样 如果能做回一个天真的人 我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这个事情很难看天赋 是的 比如我一直觉得仙贵身上 有某种天真性在 嗯 就是可能对于有一些艺术创作的人来说 他能永保童心 对 而其实天真的人是真人 嗯 他比成熟来的更可贵 是的 更是灵魂 我周围也有很多做这种偏小众的艺术创作的人 非常非常童真 其实陈鸿宇也 对 我觉得这种是童真 对因为他对世界有另外一种观看方式 对而且他们会把这种童真带到作品当中 其实 对嗯 他保持了童真的一种外向表现 嗯 那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事物 依然保持着好奇心 心奇感 然后对一些 从功力角度上来说毫无用处的事情 仍然愿意为之付出时间 对对对对 和好奇 我觉得这个是童真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选择在哪一个板块 比方我希望我的技巧 对是成熟的 可是我不希望我的感受 嗯 是达到什么完全成熟 然后所以去隐藏自己的表达 嗯 我还想问一下 就大家觉得就是应该追求成熟吗 嗯 从你的专业领域角度去去讲的话 你是一定是要去追求一种成熟 对嗯 追求一种 独一性 别人不可取代的 嗯 我会感觉也许你去追求成熟这件事情本身 就挺不成熟的 我认为很多时候成熟的定义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嗯 就是之所以叫规训是 还是想转化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 在 denken 就 сделать 这 是的 对 对 很多人他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思考自己要什么 所以他到了后面去追梦的过程中代价有点大 对所以我觉得成人法则 成人世界生存法则 我觉得那个特别酷我觉得 哇 这条是你可能帮我们填上了一些 还有一种是我们 也许也要去看到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这样幸福感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哇好凉快啊 我这边好多小鱼 这鱼苗 打哪篇你这么打呀 没有没有当然不是 哈哈哈哈 哇 你真的好有天赋啊 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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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那么远呀 你不不会吗 我差不多知道了 当我不再去计较成熟于否的时候 对生活会有一些从容感 如果说你永远不会摔了 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找到什么是意 长大也是一种人生的期待 你会经历到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成熟的反眠在我看来是天真 但天真和幼稚不太一样 你会经历到我看来是天真 我很怕的